南投一位理性男子 心腸婦人包包 未遂哈逃往公墓山路 打算要變裝躲避追棄 但最終遭到警方的逮捕 那麼其實追溯到十多年前 有一位朱姓嫌犯 當時將一位女機車的車主 載往這條偏僻的山路 企圖猥褻 後來有民眾發現來協助報警處理 嫌犯也遭送辦 相隔十年 兩名歹徒都栽在同一條路上 身穿藍衣的男子 在南投草屯街道上 企圖行搶前方婦人包包 失敗之後騎著偷來的機車逃逸 這名四十九歲離姓嫌犯 也有搶奪前科 六月二十九號 因為缺錢花用再度犯案 警方發現狡猾嫌犯出門時 戴淺色帽子 穿運動外套 手上還拎著另套衣褲 接著犯案當下又換穿藍色上衣 隨後搶奪失敗 騎車逃到公墓公路 隨即將上衣換成綠色T-shirt 三次變裝企圖躲避警方追棄 不過最終人交代以搶奪罪送辦 而其實這條公墓公路十年前也發生過驚悚案件 當時坐在機車上的朱姓嫌犯 跟猴姓民眾拉扯 嫌犯最後倉皇逃逸 地上還有一名女子倒臥在地 被行車記錄器全都錄 原來朱姓嫌犯先把女子機車遷走藏起 接著假裝好心要帶她去找車 但卻將她帶到這條偏僻的公墓公路 企圖猥褻 多虧洪姓民眾經過女子獲救 嫌犯也被一殺人未遂送辦 而沒想到相隔十年兩名歹徒竟都栽在同條路上 再來為邵宇南投報導